今天國民大會第一段 是我們的告別室 誰往生了 是中華民國的治安 已經淪上了 已經往生了 今天就是中華民國治安的告別室 這邊有一隻昆蟲 大家不要誤會 請導播也不要特寫 我們有稍微馬賽克 因為怕有些人看得不舒服 他就最近很紅的小昆蟲 你不要以為他是 頭七亡者回來的昆蟲 也不是這樣 是因為有人 潑了一千多隻的蟑螂 到雙北警長共同出席的場合 所以中華民國治安到底怎麼回事 一個禮拜之內 台北市三個分局輪上了 包括了最開始的松山分局 有黑衣人去砸警局 包括了北投 變成了北聯邦的分堂 現在中山分局 也出現了千隻的張籃 我們來看下一張的部分 到底發生怎麼回事 昨天晚上7點24分 有兩個黑衣人 潑了兩袋 大概一千多隻的小牆 我在想說 他是有經過精算嗎 他怎麼會知道一千多隻 是有一隻一隻有編號 這兩個歹徒 其實總共有五個人 有兩個人騎機車丟蟑螂 兩個人在旁邊拍照 一個人是駕車接應 然後往北投逃逸 後來在今天下午剛剛 3點40分 歹到其中一個 有一說說他20歲 有一說說他17歲 我比較擔心的是 他們好像沒有看新聞 因為他們討的路線 有包括山蟲跟蘆洲 這個都是確診者 已經經過的地方 我勸你還是盡量 往別的地方去 另外一件事情是 你說這兩個歹徒 衝出來的畫面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 比較讓人家覺得奇怪的是 他是在二樓 而且二樓的內部往外衝 換句話說 他在裡面拿著袋子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徘徊了一段時間 他是先觀察的 他不是莫名其妙衝出去丟 他是從裡面跑出來 所以他在裡面 應該絕對有看到這一張牌子 這個只要你進去 就會看到他們柱子上面 陡大的字體告訴你 台北市大安的這個疫警 就在這裡辦 有這麼多的警察 還包括雙北的警長 都在這個地方 但是歹徒一點都不怕 照樣把蟑螂破在這個地方 然後還包括很多立委名單都出席 那台北市警局陳家昌 他當天在昨天的時候 是7點38分抵達 在坡小牆之前就抵達了 8點的時候離開 他一再的強調 他說這個部分 他是事後才發現的 但是後來現在 包括中山分局的副分局長 已經有出面做一些解釋 但他的解釋 好像很像沒有解釋 因為所有的問題 他都說我不知道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因為他們是在餐廳的櫃台 泼灑蟑螂 並沒有進到宴輝廳 相關的包廂裡面去 當時我們就有懷疑 可能跟餐廳糾紛有關 那餐廳老闆這邊有說 由於人結怨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這些涉及偵查的內容 我們不再此做說明 餐宴上面有邀請 是雙北這個警局局長 他們有碰到面嗎 因為跟本案偵查內容無關 我們不在這邊多做說明 除了中北警局長 當天晚上出席的還有誰 我們在這邊一樣 不多做說明 犯嫌所剝掃這個蟑螂 目前我鎖定他們是在 可能在哪一個部分 去購買的嗎 我們相信犯嫌還是有預謀的 這是廢話 連三歲小孩都知道是預謀 難道他臨時買 可以買到一千多隻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時間來推序的話 在這個5月3號的 9點30分的時候 警方說跟餐廳有消費糾紛 可是騎囉 怪囉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最新消息 這個警察本來 這一些歹徒原本在北投的時候 有被領檢到 有領檢到他們的身分 領檢到這個車 但是因為當時 昨天晚上8點半的時候 還沒有掌握他們的車號跟身分 所以就跟他們錯過了 如果說你晚上8點30分 你都還不知道是誰 何以警方會在9點半 告訴大家說 是消費糾紛 人都還沒有抓到 根本不知道對象是誰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你就先定調說是消費糾紛 今天早上9點40分 就說沒有 改口了 說是可能跟竹聯邦有債務糾紛 消費糾紛變成債務糾紛了 後來10點記者會 剛剛就是副分局長告訴大家 我什麼都不知道 另外一個是現在爆紅的 當然包括了櫻桃的紅章小百科 櫻桃紅章 有些觀眾如果覺得不舒服 你就忍一下 他這個生命力很強 他是屬於一種很常見的寵物飼料 餵紅龍 餵魚 但妙的是 大家說警察是鴿子 鴿子會不會吃鳥 不會 因為鴿子是素食的 鳥不會吃小牆 就鴿子不會吃小牆 但是鴿子的糞便會吸引小牆 難怪昨天鴿子那麼多 吸引了上千隻的小牆 那他價格很便宜 60隻只要50塊 然後剛剛賓哥還講說 其實這個還算貴的 但是還可以用超商取貨 就好噁心 所以超商可能會有這種包裹 那到底現在最敏感的是 這一些人可能有北聯邦的背景 後來他們投靠了竹聯邦 但是因為北投北聯邦 現在因為趙家的事情 正在當頭下 所以大家有很多聯想 賓哥怎麼看 這個事情真的滿奇怪的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 北投分局 松山分局 接連出是中立的那個女老師 被大外割 全國都沸騰了 大家都在討論這些事情 那這一些人到底是怎樣 是從來不看電視 也不上網 完全跟外界隔絕 不知道現在正在風頭上嗎 你覺得在這個時候 你跑到一個都是警察的地方 去幹這種事情 你覺得你會面臨什麼下場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尤其是剛剛藥州提到一點 我也覺得滿快 他們是先 因為你去過那個地方 你知道他一樓 其實沒有什麼東西 一樓就是一個階梯直接上去 上去到二樓之後 他們又有櫃台 然後後面才是那些包廂 餐廳這些地方 那他顯然是拎了那個包包 先進去晃一晃再出來 那他難道本來是想找誰嗎 他應該是看好地勢了 那他晃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這個 就是一大堆的警察在那邊聚會 而且那麼多便衣 還有包括穿制服的進進出出 你看進進出出的人也知道 因為昨天有劇作 700個以上的疫警 包括這些警銷人員 在這些地方 所以這個招子這麼不亮嗎 眼睛近視這麼深嗎 都看不出來 這個情慌不太適合 但是他們到最後還是選擇 對著櫃台傻 那到底他針對的目標是誰 當然現在各方有各方的說法 可是我覺得第一個警局 你們現在給人家的信任感 已經很低了 所以如果你們不知道的話 就先告訴大家講 我們是在權力追伴 偵辦當中就好 不要去先用揣測的話 告訴大家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你們8點半本來攔到 攔到這台車後來放走了 然後現在說很可惜怎麼樣 那我是覺得 大家不覺得很怪嗎 他們7點24分K了 K了之後就跑 跑了之後他們應該不會 在那邊逗留吧 從那邊到北投需要這麼久嗎 跑了一個多小時 才到往北投的路上 而且他路線好奇怪 先跑到新北山崇如洲 然後再跑到淡水 就亂跑 對 他們是不是沒有目標 那現在當然有一個小女生 已經先被抓到了 那當然希望從他這邊釐清 可是我認為很難釐清 為什麼 因為你看店家 店家我認識 吳正男我認識 他現在對外宣稱是 完全沒有任何糾紛 他說我最近完全沒有跟人 任何糾紛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警方你看陳家昌自己也講 這個應該不是衝著我來的 那他到底衝著誰來的 那問題是這個地方 從以前錦花樓到現在 他都一直是黑白兩道聚集的一個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真正的真相 恐怕永遠不會有人知道 而是到最後都是私下解決 賓哥講到一個重點 連現在民進黨立委鄭運彭 他都出來告訴大家 這個地方就是台灣 台北這個龍門客棧 非常非常的複雜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的警方辦活動 要在這麼敏感複雜的地方 台北市有很多 包括台北市議會底下 就可以辦正正當當的活動 為什麼要選這麼複雜 甚至他告訴大家 這個絕對不是店家的糾紛 來聽一下鄭運彭的說法 那這個狀況我認為不會是 這種黑道小弟不長眼 不知道裡面警察局長在聚會 那是很有名的地方 所以我判斷應該是故意的行為 就是故意來找查挑釁給男看的 那警戒為什麼要辦聚會 一定要在這個地方 大家如果去查他的背景的話 這個警華樓過去就是 他們說的情報交換中心 那如果辦在比較沒有爭議的地方 不是比較好嗎 或者是在台北市議會 他們有很好的場地 何必要選在這種地方 造成這種黑道小弟 隨時去可以難看 我覺得這個狀況是故意的行為 好 等於說這個鄭運彭 以前出來帶了一個風向 他認為說可能跟糾紛無關 不過陳家昌非常特別 他在昨天踏進去的時候 其實已經潑了蟑螂 但是陳家昌一點都不怕蟑螂 他就看到很多蟑螂 他就踩過去也不宜有它 而且他甚至到離開的時候 都不知道發生了這麼大條的事情 後來陳家昌還在裡面唱歌 他是不是那麼喜歡唱歌 以至於他都不知道說 發生了這麼天大地大的事情 來聽一下他的歌聲 北風暖夜未央 你的影子間不斷 除了我孤單在湖邊 成雙 所以練這個聲樂 不只是肺會大膽子也大 都不怕蟑螂 然後你看到他有告訴大家 說這個跟雙北警長出席的聚會 關聯性小 但是他也不敢講 說完全沒有 但是蘇貞昌 包括民進黨政治人物 都說不可能跟餐廳有關 然後蘇貞昌執檢長大白話 不管是對警察 或者對餐廳 絕對是不能容忍的 我們先聽一下陳家昌 他怎麼定調這起事件 動機我們大概有一些研判 我現在講 如果跟後來的發展又出的話 恐怕不太好 所以我暫時保留 跟雙北局長的蘇貞 真的聚會有關係嗎 可能性很小 出不排除是無法分子 對警方的挑釁嗎 這個可能性很小 我暫時不要講得太肯定 你昨天第一時間到現場的時候 就看到地上有很多的小張 有看到 但是數量不是那麼多 面臨退休 那現在一波三者 會不會覺得 熱人格防衛戰會堅持到底 最近事情有一點多 但是我想這對我來講 是一種考驗 好 他的這個行為 雖然是驚天動地 但他的刑責相當的比較輕 現在有可能是涉及恐嚇 但有人說恐嚇不成立 因為他還沒有先預知 那還有強制罪 還有包括公然的侮辱罪 但都是輕罪 好像只要罰一萬五 這個事情到底怎麼回事 漢婷怎麼看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 他其實整個人事上的佈局 跟接下來進行的人事鬥爭 就警政署長陳嘉欽 是蘇貞昌的人 那麼目前是台北市的警察局長 叫陳嘉昌 他是徐國勇的人 名字都很像 但這兩個人不合已經非常久了 先前甚至是警政署長 要升官的人 發給內政部徐國勇要簽合可 徐國勇完全都打槍 因為升得全部都是蘇貞昌的人 而不是自己的人 後來是直接還由蘇貞昌下令排版 總而言之 這兩個派系之間鬥爭 又在最近這一次的 種種事件當中所凸顯了 比如一開始的松山分局事件 那麼台北市警察局長 就是徐國勇派的 就覺得說 好啦 這件事情盡量的 大事化銷 小事化療 但是警政署長就說 不行 這件事情 應該很嚴重 要把它上綱上線 那麼這一次的蟑螂事件一樣 台北市警察局長一開始講說 這可能是消費糾紛 然後或者是什麼店家的糾紛 但反而是警政署長 不斷的說這不對 就是來挑釁警方 所以我們看到蘇貞昌 因為本來就是蘇貞昌的人 蘇貞昌的講法是說 警方有害群之馬 這其實矛頭對準的就是警察 對準的就是台北市政府的警局 因為發聲就在台北市的地盤 而清蘇系的鄭運鵬 剛才也講了 講的就是說 這就是對警方的挑釁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看到 雙方人馬 所以是補了三重劍就對了 根本沒有人在查案 沒有人在拼治安 搞鬥爭 沒有人在意真相 大家都在搞鬥爭 雙方的犯話 有助於釐清事實真相嗎 沒有 大家都是互相的補刀 因此非常噁心 那麼實際上你看 如果是像蘇貞昌 是蟑螂比較噁心 還他們三個人都噁心 蟑螂雖然噁心 但更加噁心的 就是這些政客的嘴臉 比如說蘇貞昌講說 這肯定就是對警察的挑釁 通常如果我們要把一件事情 當成是對公家部門挑釁的話 那應該怎麼樣 是不是警方應該大動作反擊 你如果是先把它當成一個藉口 要為自己未來的掃蕩 有正當化跟合理的行為才是 但是是這個樣子嗎 其實也不是 比如說警察早就準備 要掃蕩黑道 插個藉口 那就算他不潑蟑螂 他只是潑個水 或者只是民進黨黨員走過 他都說好 這是挑釁 要掃除 為什麼民進黨黨員走過 這也算是潑 他潑什麼 因為他是潑皮無賴 對吧 我得到的消息就是說 這其實不是一個消費糾紛 它是店家內部的股權之爭 為了要打擊現任的店長 這是目前所得知的 他們要做這個動作 到底有沒有挑雙警長來的 這個敏感時刻 我問到的是說 就是假設 因為我這樣問 假設當天昨天晚上 不是雙北警察局長來了 是不是趙波 說也趙波 因為這樣子其實就更加 能夠給店家難看 那就是沒有把雙警長 放在眼裡 對 所以不論 他到底是衝著店家 還是衝著警方 都是目無法計 藐視公權力 最好這些違法亂記者 通通都要抓起來 蔡英文宣布 禮拜五要召開 民進黨的掃黑大會 但很多人質疑 他就是這一波的始作俑者 我們休息片刻 馬上回來 麻將選了 不論是說 平主啥 這次你還會 還會 OK 你們 請